最初覺得龜不動、不慢 有魚能沒有堅尼的速度 但其實他們都很特別 跟人其實是挺有互動的 他一向喜歡 加上我也喜歡 一隻就一隻就這樣回來了 我是阿朗 這是我媽媽 在19年尾的時候 我已經養了我第一隻龜 叫阿丹 就是我同學 媽媽給養 然後就問我養不養 我最終就另養了他 阿丹一時就很靜 但一時就很冷 因為養了龜 看了很多有關龜的影片 看到BB龜 一看就覺得好可愛 爸爸說不如領養好了 然後我跟蕭蕭 就領養到阿聰仔 那邊看著我 有笑樣 有一次阿丹 坐在大腿裡 一會兒沖 拍到很害怕 終於沒有跌倒 到了 我去大屎了 因為我們覺得沖真的很可愛 留意到戲龜關注了 有什麼東西出領養 終於再拍領養多一隻 像中牙花龜一樣 很丁 戲龜關注組 就有個領養一隻 我一入門後 馬上就看到是玉丁 哇 好可愛 終於就領養了 少少看賣龜苓膏 那樣的地方 太慘了 結果就買了它回來了 又隔了不久 戲龜關注組 又再搞了個領養一隻 看到是一丁 那當時一丁 只有一半邊下排 豬閣就是在我學校宣傳龜的活動 看到它 主人病了 他就需要人照顧 那我又想像這樣 他一向喜歡 加上我又喜歡 力度我們越來越養得多了 因為兒子喜歡畫烏龜 在Facebook網站上 都會有些人看 是 我們又在香港戲龜關注組 領養了好幾隻龜 不如把鑑章和石頭拿去移賣 很多人都賺錢 很有趣 然後有搞領養日的話 我們都會移賣 因為組織也很想讓更多人認識到烏龜 後來是提議了 兒子學校 不如我們都搞個活動宣傳 可以領養龜 很多學生都很喜歡 很有興趣過來看他們 接觸一下他們 後來就有意識到 我這樣做 會令到越來越多人 知道龜 搞笑日常 他爸爸走也很好的 兒子說想再領養 爸爸說 你如果自己可以負責去打理好牠 沒問題 你就去養吧 這個也是一個很大的支持 其實養烏龜可以說偶爾 亦都可以說很難 我們其實都會花一點時間去 找些資料 例如說有關 龜有什麼雜性 缺乏多大 每一樣都做足 其實牠們不會那麼容易病 所以都很簡單 都可以養到一隻龜很健康 但難的就是你有內心 你看看你堅不堅持 你堅持的話就當然好了 你不堅持的話就跟我扮演戲一樣 就是這樣 好開心了 買完個缸 買完個洗澡 買完個set 完美的 我們整班人看 後來才問我要下水 我們什麼時候倒水我真的忘記了 當時還傻奸奸